面對疫情 各縣市政府強化防疫措施 臺中從昨天開始 民眾外出必須戴口罩 並且要求居檢替代所或防疫旅館的 第一線高風險人員 要達滿兩劑疫苗 每個星期還要公費快篩一次 違者會重罰 臺北市中正區這間防疫旅館 在驗出兩例感染Omicron變異株 其中一例改為本土個案 這也是臺北市第四間 防疫旅館發生群聚感染 Omicron疫情拉緊報 以美國移入最多 但美國並未列重點高風險國家 臺北市長柯文哲坦言 美國比其他國家更危險 桃園機場群聚感染一名家住新北市的清潔人員染疫 活動足跡都以桃園為主 桃園五人四人PCR為陰性 一人還在檢驗中 而從印尼返臺確診的一名二十多歲女性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號到二十九號 到花蓮自駕旅遊三天兩夜 足跡遍布小支店和風景區 先扶緊急擴大 匡列採檢 面對臺北市防疫旅館和桃園機場 相繼發生群聚感染 臺中市也宣布春節防疫專案 高風險從印人員必須完成兩劑疫苗施打滿十四天 餐飲業要戴口罩及面罩 年貨大街不可試吃 邊走邊吃 外出不戴口罩 要開罰 提早啟動春節防疫專案 透過大家提早部署 加強不少從嚴面對 而且我們要加重處罰 台南市則添購了一百台紫外線循環氣流殺菌機 提供給五十七間防疫旅館使用 要加強防疫力道 年節將到 今晚移入個案大幅增加 先院長蘇仁昌特別前往指揮中心視察 強調目前醫療量能充足 都還在可控制的範圍內 記者綜合報導